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于在熔乳当中我们所使用的果冻细胶 以及自体脂肪的部分 那他们各自的特性是如何呢 那彼此之间又该如何的选择和搭配呢 希望在今天这个特辑当中 也会为大家做一个完整而且全面的介绍 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果冻细胶的部分 那基本上我们现在所使用的 全部都是来自于美国的原厂细胶 目前已经是第五代了 所以不管是安全性啊 拟深度或是柔软度上面来讲 都是非常好的 而且它是有双层包膜的结构 也让它非常的强韧 也不容易破裂 所以即便放置了这个细胶之后 只要你很好的放置的话 做一般的乳房摄影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这个果冻细胶呢 其实顾名思义 就是在它破裂的时候 这样的细胶是不会一散在割底的 而是它会像果冻一样 就是停留在远处 因为我们有乳房外科的专业的关系 我们非常注重这个乳癌的侦测以及安全性 所以我们都会小心地将细胶 精准地放置在乳线下面 往后的日子当中 无论是你要做乳房超音波啊 或是乳房摄影 都不会影响到乳房肿瘤的侦测 这也是我们团队当中非常强调的安全的部分 目前呢 我们在市面上有四个主要的产品 那首先呢 我们是先看到这个圆盘光滑的这个细胶 这个细胶呢 我觉得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柔软 这是它最大的优点 那这在所有的细胶当中依旧是无法被超越的一个优点 但它也有伴随着几项的小缺陷 第一个就是在比较瘦的人身上 可能就容易产生水波纹 这样子的女性朋友们呢 可能就必须搭配自体脂肪的食用 或甚至是我们接下来介绍的另外一种细胶来搭配食用 用填充率比较高的细胶来做脂肪 可能效果会比较好 那第二个缺点就是 它会因为表面上光滑的关系 所以很容易产生夹膜软缩 所以过去放置这个细胶的时候 必须要长期定期的按摩 这是很多人所不愿意看到的这个部分 但是现在呢 因为随着时代的进步 那我们现在又有Dipka 这种动态精准的复合式熔乳技术的发明 可以让我们的细胶呢 在这个体内的空间 随着身体的动作做微小的晃动 那这样子的效果 就可以去大幅的去下降 这个甲膜软缩的机会 如果再更进一步的去服用一些保养品啊 或是维他命E的使用的话 会再更进一步降低这样一个风险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看到这个 圆盘的绒毛矽胶 那基本上这个矽胶是针对我们刚刚提到的光滑矽胶的改良版 那是希望是在它的表面上面去压印上一层 雾面的绒毛来降低甲膜软缩的机会 所以它的好处就是说 它非常的稳定而且不会移位 并且啊 它也不会有甲膜软缩的机会 所以它不太需要去做按摩 但缺点就是说 它变得比较硬 那也容易让人家摸到扁远感 要装矽胶的手术医师 必须使用更精准的手术的技巧 以及更精密的计算 这个是不太容易驾驭的一个矽胶 最好是可以到Dipka这样一个等级的 那在精准的放置的情况之下 就不会让人家摸到边缘感 又可以享受它不需要按摩的这样子一个好处 这个矽胶一方面它可能不太适合于 一些太瘦啊 或是胸阔外形不佳的女性 那如果本身条件好的话 那又不想花心思特别去照顾的话 倒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那接着呢 第三个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美人鱼水滴矽胶 原则上它是一个 针对我们刚刚圆盘绒毛矽胶的改良版 它有着更高的填充度 那以及更拟针的水滴的外形 尤其适合一些比较瘦的女性啊 或者是乳房有比较下垂的女性 那它可以避免我们一些不自然的 上胸的囚感状况 以及水波纹的出现 再来就是说 整个尺寸的选择上是比较多元的 你可以根据你的胸部的长宽高 来做设计 所以其实更适合我们一些 体型比较精致的东方女性来做使用 并且它也一样是外层有覆盖绒毛的关系 不太容易产生夹毛软缩 而且位置也比较稳定 方便大家做术后的照顾 以及生活上的保养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这个磨滴细胶 原则上这个细胶 它是综合着前面我们几个看到的细胶的优点 第一个它表面上是覆盖着微绒毛的材质 搭配着100%的填充 以及动态的细胶 所以这几个特性呢 让它第一个它不太容易会夹毛软缩 所以术后不太需要按摩 那第二个呢它因为是100%填充 所以不太会有一些水波纹的出现 再来就是动态细胶的科技 让它站着的时候是呈现水滴的形状 躺下来则是自然的这个圆盘的形状 而且整个这个触感触摸起来非常的柔软 也不太容易让我们摸到的边缘感 这个细胶会被我们当作是一个 在重修时啊或者是这个熔乳选择当中的 一个顶级的一个选项 那接着呢相信很多人会想询问的是关于自体脂肪的这个部分 以一个乳房专科医师的立场呢 原则上我们不太建议做全自体脂肪的丰胶 原因有几个 第一个是除了存活度的问题之外呢 它一旦存活不佳的时候 有时候会产生硬块及钙化点 这个其实会在我们乳癌的侦测上面带来蛮大的困扰的 再来就是说在表皮的一些硬块啊 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乳房的触感 针对我们东方女性最在意的上胸的 比较肉比较少的这个部分呢 它也没办法提供一个很好的改善的效果 它没办法产生一个比较坚挺饱满的感觉 而且做出来的乳房的形状会比较下垂一点 也没有那么好看 所以原则上我们不太建议采用全自体脂肪的补脂 那我们建议的方式是比较是搭配着矽胶来做复合式溶乳的方式 用果冻矽胶把这个弧度挺度填起来之后呢 我们去针对外围这个比较有边缘感 或者是柔软度比较没那么好的地方 用筋纬的手法 用脂肪腔去把它做填补的动作 那一来可以增加我们的存活度 再来就是说也比较不容易产生硬快割钙化 那这是我推荐的方式 那如果真的必须要去 想要去使用自体脂肪补脂的女性的话 那我也会建议说一次不要贪多 最好是一次半个罩杯或是一个罩杯 循序渐进的方式 慢慢把这个胸部的这个尺寸把它补起来 这样子是比较好的方式 那并且定期做这样子乳房超越过的检查 那发现有肿块啊或者是有钙化点的话 也要积极地把它拿出来 来避免影响到我们乳癌的侦测 这个矽胶或者是自体脂肪呢 它对于外科医师来说呢 就像是皮革之鱼包包一样 那并不是所有的包款都适用于同一种皮革 也不是你用哪种皮革就一定能够成就经典 而是要搭配师傅的顶级手艺 加上合适的皮革 才能够成就经典的包款一般 所以针对不同的体型的女性 不同的需求 那大家所适合使用的 这样材质也都不一样哦 我们呢是以着职人的精神 专注在乳房手术上面的整形外科医师 以着乳房外科的专业 以及整形外科的美感 我们以着最高标准的安全 以及美学来为各位服务 欢迎随时来门诊咨询交流体验哦 我是张志昊御师 你的美丽 你主宰